好 侯友宜今天抛出了他的能源政策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他批评民进党政府的2025非核家园根本走不到 他抛出来的是2040年无媒台湾 我们进一步来看看 包括侯友宜市长他特别讲说 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要返核电 那外界为什么要以额传额呢 某种程度我们认为他是要米平 来营内部之前四大公投对他岁月静好这件事情 不太理解 不太赞同这样的疑虑 他想把它化解掉 希望可以重新获得党员的支持 而侯市长他抛出来的能源配比规划 他是说如果他来执政的话 2030年他要把排碳的能源 包括燃油 燃煤以及燃气的这个配比降到59% 就是59% 那接下来呢再生能源要提高到27% 核能12% 这是他的配比 那到了2035年逐步往下调 包括燃煤 燃油 燃气的到49%不到50% 然后再生能源希望能够提高到36% 核能还是一项选择 还是有12% 无煤台湾这是他承诺给我们的 希望到了2040年 我们的子孙啊 我们台湾啊 没有再燃煤这件事情 是零啊 然后有34%是燃气 45%再生能源 16%核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核能一直在他的配比的选项里头 那至于要不要重启核四呢 他说他会好好的起国内外的专家来评估 要在安全无虞无虞的状况之下 那就可以重启核四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呢 他的能源政策一抛出来 绿营铺天盖地的骂他 说你背叛了新北市民 说核四是假议题 包括赖品瑜也讲 你重启个什么 他讲话也是不是很好听 重启个差 这个核能 这个已经拆除啦 核一也拆除啦 关键设施啊 不能再发电啦 所以也是铺天盖地的骂 那我们再看看呢 蓝营必须讲 现在已经差不多要往这个反共的方向走了 至少已经看出来 这个步伐调整的已经满整齐了 包括我们看到侯市长在周末 从明天开始就要到台中去 包括到镇兰宫 包括狂扫台中啊 你可以看到严清彪预计会陪同 卢市长如果健康允许也会陪同 而另外郭台铭现在在做什么呢 昨天八八节他发表了他的新书 本来说要有重大的宣布 可是看起来并没有 只有感性的画面 两位女儿来献花 那谢点灵 张化现议长 现在挺郭柯佩啊 他很直白地讲 反对郭台铭独立参选 他挺郭柯佩 那可是柯文哲 马上派了他的发言人给了一巴掌吗 我们看到陈志涵立刻讲说 不可能 郭柯佩并非选项 八月九号其实今天我们看到 记者也跑去问了郭台铭 郭台铭没有回应了 那主流民意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张丽善 他的哥哥张荣卫 到现在还不肯见侯友宜吗 侯友宜已经到了南部中部一带 走了好几次 可是看起来张荣卫都没有现身 张丽善说会啦会啦 总有一天一定会见到 可是我们必须说 过去也有人挖出来 因为现在黑猴的很多嘛 也有人挖出来过去 侯友宜市长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 别选买 站着会 干嘛硬要站在一起嘞 所以也许有一些人 如果心不在你身上 可能就算了啦 就让他自己随风而去吧 也有人这样子来建议侯市长 而另外金普聪过去被抨击 说他管太多 发言太多 我们可以看到礼拜一的便当会上 据说啊 这个金老师坐证在便当会里面 不发一鱼 是不是要更低调了呢 侯友宜说 虽然现在 他还不是在领先组 可是民调已经持续攀升 有信心最后可以慎选 来 我们请教辉伟兄 辉伟兄怎么看 包括侯友宜的能源政策 今天是这个8月9号 侯友宜之前给大家的承诺 是落差7月的时候要公布 直接就这样子的delay 我觉得政治人为也是非常糟糕的 侯伴的借口是侯友宜感冒了 台风来了 侯友宜要去访日 这是什么理由 你自己告诉大家7月你要公布的 然后就讲这三个理由 就说我要延到8月9号 好 没关系 今天终于公布了 那公布了什么 这个我要跟大家抱怨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看这个记者会 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 譬如说核安跟核废料 是后遗的两个最大的问题 他有告诉大家 怎么解决核能的安全 没有 他有告诉你核废料要放哪里 也没有 那你开这记者会干什么 他说有小型核电厂 那不是郭台铭讲过的吗 郭台铭讲的时候被骂得要死 郭台铭那时候讲高雄半屏山 后来郭台铭还道歉 那你怎么又操一遍 好 没关系 小型核电厂国外有 那我请问你干哪里 干哪里 台湾22线是干哪里 你也没讲 那你千户万换 该讲的都没有讲 那你开这记者会 你到底是要 你知道你要扣栏吗 观众朋友我们有四个核电厂 核一 二 三是核三在屏东 另外三个都在新北市 我告诉你核位的民调 还会再往下掉 为什么 你如果住新北市 你怎么起床你要拜託 我跟各位讲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来 我给大家看这个 我这个考古一下 来 2020的大选 其实先发明国政顧问团是韩国瑜 韩国瑜的国政顧问团 2019年的9月 第一炮讲什么 他第一个记者会就讲核四 那时候他国政顧问团的 召集人是这个 有没有很面守 现在的桃園市长张善政 这是谁 这是李鸿远 韩国瑜的第一场就在讲核四 这个是韩国瑜的国政顧问团 当时的侯友宜讲什么 你看这个侯友宜就打脸他 侯友宜那时候很怕 他讲什么 2019他讲什么 核四是假议题 讲得好 假议题 你同党的同志第一场国政顧问团 记者会谈核四 你在新北讲说假议题 为什么 我是新北市长 我刚当选没多久 你到我的头上来说要重启核四 你也好的 你有跟我握握一下吗 没有 那我就只好在新北呛你了 假议题 韩国瑜脸上种种的 背后一赏了两巴掌 现在换你了 你自己 前置很奇怪 前置我的结论 我不是很理解 因为郭台铭之前 在朱学恒的这个记者会里面 其实这个中央大选 一开始讲何能的是郭台铭 郭台铭三公司不对 后来郭台铭还道歉 朱学恒他们还把郭台铭通骂一顿 你到底要不要合适 郭台铭一开始说要合适 后来发现苗头不对 郭台铭说对不起 我没这样讲 大家还记得吗 郭台铭说我没有那么愚昧 有什么 结果这个题目郭台铭跌倒 跌交了 侯吾瑜说我再来一遍 我再走一遍又跌倒 这要怪谁 我又不晓得 我不晓得为什么侯吾瑜 蹦到那个程度 又去 又自己挖核四的核能的坑 自己又跳进去 我实在看不懂 但是我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当年的2019年的事情 我告诉侯吾瑜 你当年对韩国语的无情无义 我们所有人都记得 是 来 康仁俊 仁俊俊 我觉得因为 后来他提出能源的这件事情 刚刚慧文俊有一些看法 我基本上也觉得就是说 你今天这件事情你抛出来 大家会更想知道是到底要如何做 比如说后来把市值为叫干净的能源 这件事情 其实这几年国际上也有一些在讨论 认为核能到底属于哪一种 不过他有一些界限 我们今天不是要去讨论 他的那个中央 那他必须要提出来去说服大家的 可是同样的 因为像赖清德也在抛出 他的这个能源的这件事情之后 他还是在重申非核家园 所以刚刚慧文俊从这个 看侯友宜的角度 那我就从看赖清德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你会发现到民进党在强调了 2025的非核家园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完全做不到的 民进党内部也都承认 否则赖清德不会为服的调整 就是讲说我们那个发电机组 基本上没有完全除异的问题 他就是以后还会拿来作为 所谓的被转的能量的这件事情 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 就是没办法完全排除 那我只会觉得就是说 当今天民进党不愿意去面对问题 他曾经有一度想要面对问题 所以他搞了一些什么 什么天然气的发电 改成燃煤的发电 那些赖清德在能源的问题上面 最有名的就是干净的煤 被子儀讲说煤就是煤的 什么干净的 跟其他的煤比起来 他相对干净听都听不懂 那个其实他叠交了 所以你会发现他现在就干脆不去 碰触那个基本的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你要谈电 刚刚慧文兄的那一个的质疑 其实完全会套通在民进党的身上 你告诉我说 你今天还是要强调非核家园 那你其他的东西怎么办 但他不碰了 所以我认为一部分对民进党来讲 能源一定是他最惨痛的一个状况 不管过去几任 大家其实都一直在乎的 就是说好 如果今天大家觉得说 电力的问题是重要的 能源的问题是重要的 除了那个大帽子那种 就是有一个slogan之外 我没有办法提出来更实际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民进党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碰触到 同样的柯文哲 你也应该要回来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都在批判 大家都在批判说 什么核能要怎样 甚至那我们讲 讲更白 如果你今天要讲核能 那核四的议题要不要放 如果核四的议题不放 那你没有其他选项 你要嘛就是核一二三 就继续让他玩 不然你就是搞一个核五 这东西都必须要碰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 我们在整体的能源上面 我当时都很反对 我们的电业法的修法 因为那个电业法 其实从头到尾就修出一个烂法 也没有告诉大家讲说 我这个电业到最后应该 台湾的电业该怎么发展 反正到最后大水库 你今天要用什么绿能 不好意思你反正进了水库之后 绿能的电一样是这个钱 你用核能电一样是这个钱 天然气的电一样是这个钱 到最后所有的钱 都混在一起的时候 人民其实没有选择的空间 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 我今天用的电 叫做什么绿能的电 不好意思不是 除非你家自己做 否则你今天所有的电 进了台电里面 其实就是大水库 才会有那种荒谬 就是我们今天因为电的部分 居然还要去跟我们原先 比如说我原先抠电说 我这一块要抠掉多少电 那我担心电力不够 还去跟他买 就我便宜的卖给他 我要很贵的把他买回来 这之前都曾经发生过 这种荒谬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提政策OK 但是政策能不能提出 一个具体性的东西 还是我们永远政策 都只是拿一个帽子出来 跟他讲说 我在我的一形象 印象里面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 不好意思 我们在选的是国家领导人 不是在找一个 会包装的一个化妆师而已 是没有错 来请教辉文 对不起洪威姐 其实侯友宜的重大公共政策 有两大罩门 第一个罩门之前 就是大家问他 他承不承认九二公式 第二个就是 他能不能够接受核电 我觉得到今天为止 他把这两件 大家非常关心的两大罩门 他已经做了一个清楚的交代 包含前面的九二公式 到今天他把他的能源政策 因为他之前说 核能会是我的能源政策 选项之一 很多人就开始逼问 所谓的选项之一 你要怎么做 今天他比较清楚的 他说核一核二核三场 研议 然后核四要经过核能的 组成一个核能调查的委员会 等于说他交给专业 他本身并不会说 核四绝对不能重启 绝对能重启 这就是他今天把他这个能源政策 其实很多人都在看 那么其实他面对这个政策 是非常辛苦的 就是因为他过去 新北市市长的角色 不管是他过去对于这个核四重启的公投 大家就说公投是你岁月静好 或者你对核二厂的干事储存潮的这个执照 你迟迟都不愿意发给他 那你是不是在挡这些核电 但他今天也讲得很清楚 他从来没有反核 他只是站在一个新北市长的角色 他对于不管是核二厂或者核四厂 当时他的一个态度 他其实态度说来说去就这样 他说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等等之类 那但是你要作为一个总统 特别是候选人的时候 能源政策是你无法回避的问题 你再怕或者人家骂的再多 这个永远没有说百分之百的 去给你拍拍手的 那我要讲就是说 一个除了缺电的问题 还有像这两天这个台电的亏损 已经高达了4000亿 这还是保守估计 其实台电真的 一个公司花早就应该破产了 他去年亏了2500亿 今年要亏4000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放弃核电 非核加烟之后 我们其他的能源 它非常的昂贵 它的成本非常的高 但是我们又不能这样子 全部的反映 这个发电的成本 所以我们的电价要被抑制 所以所有的亏损 就由台电一直在吸收 所以我们最近不是在谈到一些 有关财政支出 就财政的赤字的问题 大家都还没有把台电的亏损 加进去 你讲起来说 我的财政多么好 马英九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都没有把台电 跟中油的亏损加进去 还有核市场的战略 还没有进到里面 对 没有错 所以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当然要去解决问题 当然你可以讲说 那你过去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你知道吗 其实在国外 我们讲国外的例子 日本他在311之后 他要关掉所有的核电厂 可是后来发现他不行 他必须恢复 包含柯文哲 柯文哲以前是反核四的 他现在你说 他有完全不准核四重启吗 他说接过评估 对 他也修正了 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你不能随着情势去修正的话 你才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人物 签子 我补充一下 这个 但我也不是说要去扯侯仪的后腿 观众朋友 你去整理侯仪 他历年来针对核四 核一 核二 因为这三个都在新北市 他的讲法好像变 他一直在变了 他一直在变了 签子 我请问你 如果你是小鸡 你的选区有核电厂你怎么办 洪孟凯怎么办 你刚刚讲賴平瑜为什么讲脏话 他的选区又一个 我请问大家 为什么我刚跟签子讲说 他名字还会掉 假设侯仪参选到底 然后总统大选输了 你觉得他会不会被罢免 我认为会 尤其是这个题目 民进党一定答你这个题目 你做新北市市長 你又说何事 又说何能 跟你罢免 大家情绪都被挑起来 你就被罢免了 签子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是说何能不重要 我不是说非何家园 但是民进党他做得很烂 民进党很多题目可以打 你要公其必救 你要让他一招毙命 你打这个是民进党的神主牌 民进党不怕你打非何家园 因为会去支持民进党的人 很多人都是我是人 我反合 他们很丟致 他不会怕你打这问题 做不到就做不到 做不到那些人还是投给大清德 你干嘛去打这个题目 你是拿石头在砸自己的脚 你是新北市长 你现在去大谈何能 你不是莫名其妙吗 你有很多题目可以谈 你为什么要谈这个 你没有别的题目可以讲 所以你觉得他应该要避开 是不是 避不开的 这是避不开的一个题目 你怎么可能说一个总统 或者人家问你那个能源政策 你说我们来谈别的 那不是要被骂死吗 我跟你讲 我不想跟他吵 我不是讲不过他 我不是想跟他吵 你知道吗 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你是因为广告失败吗